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耶稣基督他说我们要从耶路撒人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直到地基成为他的见证 那成为耶稣的见证be his witness 做他的见证其实就是表明影响力 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要能够影响别人 影响别人什么 就是他能够从我们的身上能够看见耶稣 听见耶稣 感受耶稣 最终他们被挑战 他们要信靠跟随耶稣 所以影响力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应有的呈现 应有的表达 甚至我们可以说影响力就成为了我们的使命 那我们在上一次的录影当中强调 要成为有影响力的人 首先要做一个真诚跟随耶稣的人 老第二方面我们也提到要成为有影响力的人 要愿意放下权力 那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 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今天我们来思想另外两个重要的超练 那是什么呢 成为有影响力的人 要愿意陪伴他人成长 愿意陪伴他人成长 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就是我们很多录影一直在强调的概念 门徒生活操练 陪伴别人成长 其实信仰本身它就是有这一种的影响力 当耶稣基督强调有关于跟随他 成为他的门徒的时候 其实耶稣已经在示范这个非常基本的真理 就是我们要能够陪伴他人成长 关于句话说 信仰跟随耶稣不是一个只是自我忠心自顾自己的 其实你找到注意看的话 特别在保罗在写很多这个关于教会的时候 保罗很强调一个概念就是相互的概念 one and other 我们要彼此相爱 我们彼此劝勉 我们要彼此相顾 我们彼此带导 我们彼此尊重 我们彼此这个相互的概念 其实就是要强调什么 不能只是一种的家里的一种的肢体的关系 它背后所强调的其实就是一种有影响力的生命 我们怎么能够愿意去陪伴他人成长 某一个角度来说就是我们愿意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因为这里头牵涉到什么呢 这牵涉到还是回到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概念 陪伴他人成长的背后就是因为你愿意放下 因为你关心 因为你愿意付出 因为你愿意摆上 其实有影响力就是我们的生命成长的意思 一个有生命活力的 一个在基督里面带着活力的人 他其实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他的原因 他的行为 他的动作 他的关系 各方面是充满着活力 那一种的生命力 有感染力 人家会因为他这一种的生活的 这一种的这种活力表现 态度会受感染 所以这样的一种的信仰 就是刻意要能够走进别人的生命 陪伴他人 跟他一同来分享 跟他一同来去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 跟他去面对有关于工作上面的一些的挑战 等等等等 所以愿意陪伴他人 其实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生命 你和我要可以主动走进别人的生命 可以跟他在一起 陪伴他 当然可能在英文的概念里面 可能会用mentoring coaching 但是我觉得我不用这个字眼 我比较强调的就是 come alongside 来到他的旁边 成为他的一个所谓的陪伴者 基本上就是能够呢 跟他一同去面对人生当中的 任何一种的遭遇等等 有上帝的话 有彼此之间的分享 有祷告 但是愿意陪伴他人成长 是成为有影响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今天你要问你自己 你信靠耶稣基督 你只在乎自己吗 只想到你自己吗 还是当你开始思想 怎么能够走进别人的生命 开始陪伴他人 走这一条信仰的道路 你其实就开始在产生影响力 那第二方面呢 今天跟大家谈的 要成为有影响力的人 不但愿意陪伴他人成长 我们自己本身 第二 持有成长的心态 我们自己本身要有持有成长的心态 英文叫做growth mentality 影响力其实呢 它是一直不断的 在生命的成长当中 个人本身经历耶稣 个人本身从上帝的话有领受 个人本身有突破 个人本身有更新 个人本身有成长 所以呢 有成长的心态 其实这是非常关键 有些时候我们不得不问自己一个问题 是不是信主多年 还是那个老样子 信主前信主后 或者信主的去年跟信主的今年 我们到底有没有影响力 其实就是问一个问题 我们有没有成长 因为成长本身就是影响力 因为成长的背后是什么 是改变 我们的态度改变 我们的想法改变 我们对人 对事 对物 都改变 这个改变 其实它带来力量 那弟兄姐妹 你和我要学习 如同保罗所说的 保罗说什么呢 保罗说 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们乃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向左标杆直跑 当然保罗在菲利比书第三章提了很多的概念 有关于这几句话 也有不同的一些的解读 但是我直接的给大家的一个解释 就是保罗要强调的 其实就是要成长 我们要成长 Growth mentality 不要自满自主 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一个要成为有影响力的人 我们需要不断的在圣灵里面得着更新 要一直不断的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有追求 一直要不断的在观念上有突破 一直不断的要在价值 在这一种与人之间的相处 一直不断的能够克服困难 成长的心态 问这几一个问题 有什么 捆绑着你 从你的原意 从你的思想 从你的 跟人之间的互动 有什么东西在捆绑着你 那个捆绑着你也就是你没办法成长 因为没办法成长 没有影响力 没有办法为基督的缘故 我们对人有生命的影响 所以保罗所说的 无论是菲利比书所谈的 或者在西伯来书第六章所说的 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借力进入到完全的地步 这些都是强调成长的心态 你问自己 信靠耶稣基督以后 你怎么样 在主里面成长呢 个人跟主的关系 个人跟别人的关系 个人跟世界的关系 个人跟自己的关系 需要经常检讨 求上帝用他的话 用圣灵催逼我们 实际的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我们有成长的具体去落实 以至于我们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记得你可以成为有影响力的人 但是今天我们讲的两件功课 一方面愿意陪伴他人成长 第二我们自己持有成长的心态 上帝赐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